被胡人选中的孩子 最终在洛杉矶闪闪发光 如果时间回到2017年 有人说拉塞尔会在某个夜晚 用44分加准绝杀 率领胡人战胜东部第二 或许没人相信 但今夜 仿佛是数年前的一丝回应 顶人三分 穿针引线 决定比赛 就像他自己说的 保持最大的自信 用表现证明自己 28岁的他已经在交易留言里 盘旋了够久 他有个闪亮的时刻 也有过低潮的时期 他有一份性价比不错的合同 但他选择接受发声的事情 变得更加从容和松弛 就像他的打法一样 不快 却也够致命 在交易留言最凶猛的时候 他甚至因为一个 疑似流泪的镜头被提问 他自己回应 哭什么哭 就像他转发J.Cole的歌词一样 他们假装进步和觉醒 我开始少说多做 我愿意相信他的说法 这是一个拥有注册庆祝动作的男人 真正的冷血杀手 在流年里受过伤 却也自愈 耀眼也好 安待也罢 一一承受下来 也为生活赋予了意义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 但也别灰心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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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